谁能想到 在央视兢兢业业工作25年的董倩 会成为全民公敌 董倩一度被贴上了没人性的标签 在采访刚刚经历生死节的幸存官兵时 董倩一个个冷漠的问题 无疑是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烟 这样自自诛心的董倩被不少网友诟病 这些刚刚死里逃生的消防队员 是奋勇之前的榜样 并不是唯唯诺诺的逃兵 但从董倩口中问出的问题 却总让人感觉得罪人的感觉 疫情期间采访张博李运世时 更是一句话就让张运世潇然泪向 董倩采访时这种压迫的感觉 也让不少网友表示无法接受 董倩甚至被骂上了热搜 更有甚者 还让他滚出主时间 那董倩被骂到底冤不冤呢 一切还得从他的经历说起 董倩从小就别父母严格管教 他的成绩一直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茂 之后便一举考中了 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 但是他的专业和如今的主持丝毫不大面 董倩主修的是历史专业 但很遗憾 即使名校毕业 他依旧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 历史专业工作不好找 这碗饭也不好吃 于是一次机缘巧合下 董倩报名了央视主持人的选拔 本来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 相比于其他人 董倩算是那个幸运 他一进央视 就被分配到了焦点访谈这个节目 这样的起点让不少人红了眼 董倩手握焦点访谈 这张好牌 本应该打出万人捧的效果才是 为何最后却成了万人骂 跨航到央视成了民主持人 董倩也知道自己和专业科班生的差别 于是争分夺秒来提升自己 凭借着一腔热血 董倩成功从幕后转站到台前 成了东方之子栏目的一名记者 多年的沉淀让董倩在央视 渐渐扎稳了脚跟 还开始担任起 新闻一加一 央视论坛等著名节目 转眼25年过去 董倩的干净利落 单刀直入 提高了工作效率 受到不少观众的喜欢 还获得主持界的最高奖项金华铜奖 照这种趋势下去 董倩很有潜力撑起央视一姐的头衔 在这个过程中 董倩也遇见了她生命中 最重要的一个靠山 她就是王世玲 由于两人平日十分低调 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俩是夫妻 但王世玲主持施主打清明风格 而董倩则是严肃犀利 对于这反差巨大的两人都能够走到一起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惊讶 但无论是哪种风格 夫妻俩都获得了业内人士的嘉奖 可看似风光的背后 董倩也承受了不少的心酸与苦楚 她是家中的独生女 一直被父亲教育说做人要谦虚低调 要像成熟的道子一般 可即使在这种教育下 顶着北大财女头衔的董倩 也曾狠狠地接过别人的伤疤 人最害怕被别人当众接伤疤 而董倩偏偏就做了这个恶人 在2015年采访天津爆炸事故 幸福们消防滚兵时 董倩步步紧逼咄咄逼人 你是家里唯一的人 要是出事了你爹娘该怎么办 在2019年采访四川梁山大火幸福人员时 董倩的三连问又让人心头一颤 你和那个战友关系好吗 你想救他吗 你自责吗 消防官兵刚从死神手中逃走 又要面对这样犀利的采访 你想救他吗 我想救他 但是没有来不及 如果我回头拉他一把的话 我 我估计也是在里面了 你会自责吗 情绪激进崩溃 最后只能无奈地回答说 自己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就无意让这些 救人民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雄 受到了二次伤害 董倩的专业能力也因此受到质疑 他也被骂上热搜 那董倩私下里是否也是这般冷血 在他自己出版的书 《董德忠》 他给出了这个答案 董倩在书中讲述了自己 从业26年多中 45个印象采访故事 在书的封面上 董倩也写下了他的心声 我不不紧逼 其实也于心不忍 董倩深知自己作为主持人 就必须得快准好 问出一些采访对象最真实的回答 董倩之所以步步紧逼 就是想挖掘出对方最真实的反应 这样才能接近事实真相 让所有人都记住这些的教训 是一倩长一致 才能同源头上杜绝悲剧的重演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董倩深入一线了解 最真实的疫情情况 医院 社区 大街上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他还采访了张伯利 李兰娟等权威专家 也和许多冲在第一线的工作者 有所交谈 不得不说 也正是因为董倩的步步紧逼 让大家看到了最真实 高水平的新闻报道 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董倩的使命 就是将最真实的新闻 带给观众 让观众产生共鸣和反思 看到这 大伙是不是该支持 董倩这样的新闻工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